自从075小屏顶出现后 大家都非常期待我国 能有自己的F35垂直起降战机 那么这个梦想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了 最近歼20换装发动机的照片刷屏 由此可知歼20已经使用了锯齿状尾喷的新发 疑似为WS15额眉的非矢量版本到货了 那么在大家的传统印象中 WS15额眉只是一款 为四代机尤其是歼20专门研发的大推力矢量发动机 但是大家有所不知道的是 这款发动机其实有三个版本 其中WS15-10是用于歼10M的出口型 而WS15CJ就是用垂直降落短距战机的 只有WS15X后续型号 才是给歼20这样的四代重型机使用的 那么伴随着这次WS15额眉的高调出镜 也说明在经历了漫长的20多年的开发后 WS15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此次非矢量版本 少量装备 服役战机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而一旦WS15全面研制成功 之前我们提到的 WS15CJ垂直起降战机用的发动机 自然也就呼之欲出了 这种发动机涡轮进口温度高达1480摄氏度 含道比0.382 推重比达到8.8比10 是完全可以满足垂直起降战机的要求的 其研究阵容也是非常庞大 由606所 624所 614所 410厂 430厂和113厂等单位联合研制 基本上集齐了大半个中国的发动机科学人才 堪称是梦幻组合了 由我国航空发动机设计专家将和弗领贤总师 不过WS15的诞生 其实还和雅克141的发动机有莫大的关系 早在1992年国内就已经开始着手 准备新一代大推力发动机了 当时准备引进俄制P79发动机 谈判一开始非常艰苦 前苏联的图曼斯基发动机研究局 现在的联盟航空联合体不愿意向国内出口这款发动机 最后由于同年举行的明斯克丘莉莎会议决定 终止雅克141项目 导致P79发动机失去了军方的采购资格 这才让图曼斯基松口同意 雅克141所使用的发动机技术有多先进呢 F35所使用的F135发动机设计方式洛克希德 这家公司早在设计之初就通过4亿美元的注资 获得了大量雅克141关于矢量发动机的测试资料和技术图纸 目的就是为了少走弯路 虽然F135和P79之间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设计师当时也借鉴了部分设计理念 这也足以见得P79发动在设计理念上的先进性 最终让他删之时 可以公寓逐渐形成国内自主的新一代 大推力矢量发动机技术 随着WS15额眉的全面成功 不仅解决了歼20的心脏病 国内的垂直起降战机也将获得P美F35级别的发动机 未来只有需要 小拼顶搭载国产F35组成小航母模式也是非常轻松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